重庆冠军赛诞生最大争议 网友质疑陈梦养生球躺进四墙 针对王曼玉给他最难打的考题 重庆冠军赛今日正式完成抽签 而本次抽签结束 国拼奥运会的三人组静意不同 孙颖沙是抽到了比较中等的一个签位 王曼玉又遇到了最难打的一个题 而陈梦可以说抽的签是最好的 也正是因此又有一阵讨论是轰然降临 认为本次抽签明显是在针对王曼玉保送陈梦 我们都知道陈梦和王曼玉 之前关于奥运会第二单打名额之争 就引起了很大的波澜 在确定陈梦上奥运之后 一周时间里 各种王曼玉的粉丝等等 都在疯狂炮轰施压要求换人 把陈梦踢出单打人选 让王曼玉上二单和孙颖沙去争管 这个事一度是闹得风浪巨大 但是随着公示期的结束 一切已经过去了 可是公示期过去 接下来这一周 重庆冠军赛又要来了 但这次重庆冠军赛 三个奥运人选 他们的签更引人关心 别看王曼玉目前是只能打团体 可是他的签居然是最难的 两个要打单打的选手 面对的考验反而是最小的 先看相对于中等的是孙颖沙 沙沙第一轮打琳达 这是个特殊打法 再往后跟他同伴去的 像有田志熙 袁家南等人 其实很多都是特殊打法和肖肖手 这个半区有国平奥运会最强的外协对手 早田西大 这将是孙颖沙和早田第15次教授 彼此也是知根知底 沙沙碰到了主要的外协对手 又碰到了特殊的打法 各种提醒基本上都要见一遍 那么签最简单的是谁 还得是陈梦 陈梦这个圈儿确实难度 并不是很高 第一轮帕瓦德 准准的白给 第二轮的对手可能是阿库拉 阿库拉赢过王蔓宇的问题打不过陈梦 基本也没戏 再往后上来的 要么是肖球手徐校园 要么是日本的张本美和 张本上不了日本奥运会的单打 徐校园的年纪也很大 一直也打不过陈梦 所以说整体上陈梦这个签 确实难度不高 难在哪 难在了王蔓宇那 王蔓宇又要连与五轮最强对手 首轮一层没成 四轮平也没雨 第三轮可能是陈兴同 如果进了半决赛第四轮 是打王一笛 最后一轮你进了决赛 你不管打孙颖沙和陈梦 这个难度都可想而知 大笛的这个签 曼玉的这个签可太难了 你第一轮就打一层没成 一层现在还是国平的最主要对手之一 最近实力没进步的那么快 但是威胁还是在这 后面平野梅宇就更厉害了呀 平野是日本的奥运选手 突然给王蔓宇放到平野面前 可以说王蔓宇压力很大 俩人奥运会团体赛 很可能要交手的 再往后跟王蔓宇一个半区的 就是陈兴同 就在上面那个半区 是有王一笛 这连干四轮超级强敌 对比陈梦确实是难题要大一点 所以很多人就会质疑 说王蔓宇上不了奥运单打 还给他安排最难的对手态度 你陈梦这又是四强保送前卫 一路养生球运气是不是太好了呢